国民阵线是否改变立场 筹组联合政府似乎还有变数 就在国阵主席纳都斯里·阿莫扎西 忙着主持一连串的内部会议之际 巫统党内的逼宫声浪也没有停止 社交平台甚至流传他辞职下台的文告 随着雪球越滚越大 当事人马上跳出来澄清是假消息 抨击有心人蓄意造乱险害 网络疯传一封有国阵主席阿莫扎西署名的官方文告 指国阵在11月22号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后 已经达成几项议决 包括在23号决定支持西盟还是国盟筹组联合政府 此外文告也声明 阿莫扎西将为第15届全国大选惨败负责 辞去国阵兼巫统主席职位 并由巫统副主席纳都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暂代职务直到明年1月举行的巫统党选 不过当事人叫后在面子书否认辞职传言 强调有关的文告是假的 他促请有心人不要在这个时候添乱 这对当下的证据没有任何好处 随着大选尘埃落定 巫统今晚8点会在总部召开最高理事会会议 除了讨论最新时局和检讨惨败的选举成绩之外 也会商议国家元首提出组成团结政府的献议 巫统总秘书纳都斯里·阿姆·马斯兰 已经向巫统最高理事发出通知信函 要求他们出席会议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章 中文章 中文字幕——YK